一个小组七八个人 还是流水线作业 谁负责最后的总装 谁来当这个组长 枪管上打上他的名号 有道理 我还有个更狠的招 说来听听 这组长不是负责总装吗 那造出来的新枪 这第一枪就让他开 崔铁飞 你这招可真是够狠的 怎么了 你自己造出来的枪 你自己都不敢开 那你还造个球啊 好 就这么定了 你们两个都是好样的 现在啊 我的信心啊 就更足了 咱们铁工会 一定能又快又好的 把枪造出来 红杨 那我们这禁闭 还关不关吧 这禁闭啊 关得直 不关这一回 你们俩能想出这么好的点子来吗 没准接着关 还能有更多更好的主意啊 欧阳 要不这样行不行 咱放周老师回去睡觉 咱们俩接着关 接着想 凭什么呀 我不走 我也要接着关 好了 天都快亮了 我宣布 结束禁闭 就地解散 你们俩都赶紧回去休息吧 明天还有好的工作呢 小姐 咱怎么那么快就走啊 老爷不是让咱多住些日子吗 少废话 再怎么着 也得跟姑爷 大小姐打个招呼再走啊 打什么招呼啊 一屋子难道女娼 没一个好东西 小姐你说谁啊 黄英 黄英 谁啊 我 进来吧 四妹 我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还说呢 我都快急死了 能不快吗 咱们造的这皮枪 好多都是刺皮 部队上一件大了 还有 军区说 武功队被汪子门袭击的事 他们会跟韩德琴交涉 叫咱们 不要轻救妄动 铁工会的兄弟们 今天把大家聚在一起 不为别的 还是为了造枪的事 前一段咱们的流水化生产 枪的产量上去了 可是质量却下来了 战士们反应 咱们铁工会造的枪打不响 这一段咱们铁工会 炸汤 子弹横着飞 这让我老吴的脸往哪放啊 我老吴丢不丢人无所谓 可咱们铁工会的招牌不能砸呀 对对对 不能砸呀 咱们铁工会造枪里的成功 是给咱们自己的抗日队伍 是给保家卫国的战士们用 可是如果咱们铁工会造的枪不好使 见了小鬼都打不响 还炸糖伤了自己 那不是在给日本人帮忙吗 是啊 是啊 你们说 这个破坏抗日的罪名 咱们背得起还是背不起 背不起 准备 好 既然咱们一条新打鬼子 那从今往后 咱们生产的枪 就不能再出问题 梁山 是 辛苦了 啊 侠侠 这是本館的工作 竹内 侠侠 疼了吗 啊 少しずつ良くなってるようだ 死脚の方を捕まえたか 恥ずかしいながら まだ見つかっておりません 啊 ただ 中国のスパイを一人見つけました 共産党か いえ 重慶政府の派遣したスパイです 上人の他言 那种人和四季悪 一体 何の関係があるんだ 関係ないです ですが 共産党員一人発見 この宿洋城内に 嗯 名前は张家朝 候補軍官学校の同期です その後 张家朝は共産党入りし 現在の名前は 张寻 本養を経営しています 彼ら終殿 お前どうするつもりだ 密かに監視をして そこからたどり 水面下の党員を見つけ出します 各家よろしいですか よし そうしろ はい お前が取れ 上 はい 各家 はい山口です はい はい 分かりました 気を付け 火会が今 宿泊 三井 江志 はい 入手 あ 追手 僧 海 山口君 はい 中国にいる間はずいぶん収穫があったようだな はい 自分はここのところ金にならないものばかり集めてました それほど中国の文化に興味があるなら 万物三治ということわざを聞いたことあるな わかってます 自分は大日本帝国に忠誠を尽くし 自分の職務を全うし 大東亜共和実現に向け 人力を果たすかここです 馬鹿者 はい 今日午前 ジョージュアン島の三つの拠点が同時に紳士軍の攻撃を受け 制御された 近日まで既に十の拠点を失った 全て貴様の管轄内だ 大日本抗軍の名誉は貴様のせいで台無しだ すいません 傷は いつになったら治るんだ 貴様の叔父の手前でなければ とうに本国に送還しているぞ 将軍 ご期待に必ずお答えいたします 命令だ すぐに拠点を打開しろ 管轄内の紳士軍をできるだけ早く一掃するんだ はい ああ 任務を遂行できなければ貴様はこの便と同じ運命になると思え あのクソジジイ好きかってやり上がって これは承発ですよ そんなこと言う 分かってんだよ 僃僃 山口軍要分打土強 被新粹軍を行うまた 이것も塑っかって 山口司令いる中でもses � n という手もがあって とても劳励 そうだ 是啊 监业将军请自来 夕阳独岛作战 上过去也没办法 对了 夫人 那家店到了很多杭州的丝绸 我们过去看一下吧 你肯定会喜欢的 丝绸啊 我喜欢 走啊 大家伙儿抓紧点时间啊 活着办得记着点 好嘞 好嘞 走 哥 怎么了 我这没过门的嫂子找你来了 江湖应该找我来了 想什么呢 喜丁绸 她怎么回来了 江湖应 沈小姐 你们好像很忙啊 是啊 马上又去嗓上新刺军了 山口司令的病刚好 就搞这么大的动作啊 这不没办法吗 你知道吗 我们有十个据点被新刺军夺了去 江湖将军很生气 下令必须马上夺回来 否则啊 就咔嚓 哪有那么容易啊 说夺回来就能夺回来 这光靠我们当然不行了 江湖将军不是来了吗 他带了一个标准的步兵大队 协同作战 你知道一个标准的步兵大队 得有多少人吗 比咱整个树阳县所有的皇军多出一倍 对了 刺山山口司令的那个刺客 有线索了吗 暂时还没有 不过 我们发现了一个地下党的交通站 那抓到地下党了 那些都是小侠呢 竹内队长说了 要放长线钓大鱼 竹内队长真厉害 你们要在哪儿打仗了 早点告诉我 免得我们的船队被殃及了 你放心 我们明天 你怎么又回来了 铁飞 你什么意思啊 我就不能回来吗 能啊 谁敢拦雪儿小姐啊 吓都吓死了 我跟你讲 许凌芝啊 你 你别一见我就来这套 我怕了你了行了吧 崔姐斐 我问你 我要是被人欺负了你管吗 管 你说 谁欺负你了 我把他倒挂在树上 我打他 我这话说回来了 一向只有你欺负别人的份 谁敢欺负你啊 你 你站那儿站那儿站那儿 你这有话说话 你哭什么呀 说 到底谁欺负你了 那个汪子文 还有我姐 汪子文 你这人 巧了 我正想找他麻烦呢 说说 他是怎么欺负你的 你就别问了 我不会说的 那你可 你哭什么呀你啊 你说他怎么欺负你了 行行行行 别哭了别哭了 咱俩说点正事 那个武功队 被汪子文伏击的事 你知道吗 我当然知道了 那个汪子文还在府上大摆庆功宴呢 这汪子文手里面 到底有多少人马呀 那我不知道 不过 他在你们铁卫队里有内线 内线 对 这次伏击武功队 其实原本是要打你们铁卫队的 李治 你知道这内线是谁吗 那我不知道 不过听我姐说 这个内线是单线和马远涂联系的 其他人都不知道 哪有奶的 怪不得李队长被打个争吵呢 沈月 怎么了 没什么 走吧 老板 沈小姐 沈小姐可是稀客呀 有什么需要的吗 这位是山口司令的夫人 山口夫人 您好 您好 她对中国的丝绸非常感兴趣 你们这有什么关于丝绸的书吗 有有有 这样 我去给两位找出来 山口夫人 请先随便看看 山口夫人 请过目 这几本呢 是专门介绍中国的丝绸 还有这几本呢 是介绍中国的服装服饰 您飞心了 您太客气了 这几本都要了 不用找了 谢谢沈小姐 沈月 怎么能让你破费呢 没关系的 小意思 我们到旁边的古董店 看看运气吧 走 那我送您们出去 谢谢 太君 谢谢 请慢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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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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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里面有事了 怎么办 有事了 那里面有人在逃门 我们的服飞 被困了 结果 二人死亡 一人逃亡 一人逃亡 在被捕的 所有的資料都被燃爬了 喂喂 竹内 你等着弄了大物被人等了 那三人以外有什么事了 伽伽 我都在这里有什么问题 只是二人除了 那些二人是绝对逃避免 本日午後 神悠さんと奥様が ここに来ています 啊 うちの神さん 所定に何しに行ったんだ 恐れ多く 新門はしませんでした おい 竹内 お前 那个護衛二人に聞いてみろ 俺は家に帰って 直接神さんに聞いてみろ はい 你看 怎么样 太漂亮了 这个颜色呀 很趁您的肤色 是吗 那给你也做一身吧 算是我送给你的理由 不用 您太客气了 你 对 今天是 今天我们交通面 我的店鞋去到街上去的 我给你了 哪里我以前购买了 是的 好色 你没有好 好仁购买了 是的 那你怎么购买了 是的 是的 对 做得良かった 今天下午你们去过某山书店了吗 我们去过的 那几本丝绸的书啊就是在那儿买的 是吗 我没注意 沈小姐 我问你一下 你哪家店收吗 一般吧 偶尔过去买几本书 那个店的老板认识吗 谈不上认识 只能算脸熟吧 山口司令怎么对那家店这么感兴趣 那个店吧 去地下短暂找同事 他们已经暴露了 今天晚上被我们人口断了 真是万幸啊 真没有想到 嗯 竹内队长说 你们今天下午去了之后 他们晚上就被撤退 那竹内队长的意思是 怀疑我和夫人打草惊蛇了 啊 もう 何言ってるか分かんない 啊 啊 もう 何言ってるか分かんない 嗯 嗯 只是听到的 啊 啊 今日書店に行こうっていうのは 彼女が言い出したのか あんたまさか 戦車オディ疑ってるの? いや別に本気で疑ってるわけじゃないよ 竹内に代わって聞いてみたかっただけだ なんか 你們不知道 那個女人 有一點審柔 不會弁当 既然竹内隊長懷疑我的話 那不如直接把我抓去憲兵隊好了 夫人 對不起 我以後再也不敢帶你到處亂逛了 いいのいいの あんた もうこの話は終わり 書店に行こうって言ったのは私なの 彼女を捕まえたいんだったら 先に私を捕まえればいいでしょ ちょちょちょ大言うなよ 新少女のことは全然疑ってないよ本当に うん 新少女 以後悔しい 你都被我打電子吧 待在中国 沒有朋友 很寂寞的 謝謝山口司令的信任 那 你們繼續聊吧 我要回去處理中 那行ってくる啊 好啊 你瞎瞎上什麼呢 那個 我有個緊急情報 先向你汇報一下 你說吧 我們不能給我 收到那裡 恐怖 快去 我們去 我們去 買了 給你 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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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内部有间隙 你知道是谁 不知道 那你起什么哄啊 老吴一直在暗中排查 只是还没有什么发现而已 许灵芝就腾剑回来了 他确定地告诉我 马远途在咱们中间 安排了间隙 许灵芝说的 老李这次被伏击 就是这个间隙 把情报传出去的 他没说是谁 他也不知道 不过有一点很确定 这个间隙 是通过许大勇的人 联络到王子文的 我觉得 不能打草惊涉 这件事 只能秘密进行 我觉得严密监视 许大勇那边的人 没准就能发现这个间隙 你先跟老吴通个气 然后安排几个信得过的人 来办这件事 询句 小心肝 你想死我了 你 把灵芝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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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妹子 你在这干什么呢 你吓我一跳 你在这干什么 我跟踪许凌光 就摸这来了 我刚才看见猪五进去了 还有一个女的 跟她很亲生 猪五进去了 对啊 诸五是奸细 怎么回事 这个说来话上 他这么说 周五就是马远头安排在他们内部的奸细 老李别伏计的事 就是朱武雪的命 王八蛋 我现在就擒灭了他们 我已经说了 这个前线 我悄悄地抓捕 抓到了 留着还有用呢 留着干什么 扎着吃啊 扎着吃啊 扎着你吃吧 走 起来等着 好啊 大爷的朱武 亏我还给你肉吃 真的是朱武 我看着这儿这儿的 还有其他人吗 没有 先把它弄下 起来 我这是在哪儿啊 怎么着 被打傻了 不能吧 我也没用多大劲啊 朱武 你的事犯了 你老老实实交代 我跟你一个痛快 指导员 我夜里睡不安生 想出来 活动不能推脚 结果 结果就被你们弄到这儿 这是哪一处啊 哪一处 捉诡计 姑奶奶今天心情不好 别给我耍心眼 听见没有 四妹 我真的啥也没干呀 没干啥 不见棺材不落泪是吗 我让你从这儿拉屎你信不信 嗯 说 刚才去那院见谁去了 我 怎么了 是不是见许玲光去了 还有一个跟你相好的也住在那儿吧 啊 你不说也没关系 我现在就去把你的拼头给你抓来 你信不信啊你 你 党的政策你是知道的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你好好交代 爭取立功 没准还有一条活路 我交代 我都交代 说 这都是马远头安排的 他让我把重要情报交给徐大勇 徐大勇家里有电台 还有汪子文派来的两个电报员 那这么说 老李被汪子文伏击 真的是你谢的命 我该死 我该死 求素质宽的 这都是马远头逼我干的 他和徐大勇汪子文串通一气 要消灭天国会 你这个狗狠惊 我帮他离我 四伯爷找没有 四伯爷 你朋友 我问你 造枪专家被伏击的事 是不是你谢的命 这件事不是我干的 我说的是实话 这件事真不是我干的 不是你是谁啊 是 是 可能是 说 是 是 徐家 二小姐说的 许灵芝 你点头 我憋你 我说的是实话 真的是徐家二小姐说的 你说 你是什么时候开始为马远头坐视的 真是没想到 祝我作为铁工柜这么重要一个干部 居然是个奸细 金钱和女人 就腐化了一个干部 一定要引以为戒啊 我没啥可说的 都听指导员了 嗯 徐大勇和汪子文 是两个独流 必须连根铲除 否则 我们马场就没有好日子过 我支持你 我跟你们说啊 就是上级领导一直拦着什么 不许轻举妄动 不许轻举妄动 要不我早都带着铁位 对我杀到汤剑去了我 铁飞 首长说的也没错 对丸军的斗争和小鬼子不一样 要讲究策略 那什么意思啊 那还打不打了 当然要打了 不过 我们要引蛇出动 下一盘大棋 要么不动 要动 就动个彻底的 不问题是怎么动 怎么来个彻底的 你跟我们讲明白了 你们过来 起来 别装死了 是 是 是 老朱 说心里话 想死还是想活 想活 想活 当然是想活 那好 组织上就给你一次戴罪立功的机会 我们需要你办一件事 行 没问题 啥事都行 再给汪子文送一份情报 啊 啊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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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凌真 驾 驾 许凌真 你 嗯 许凌真 你这宝贝马 都快被你给抽死了 要你管 我还真没时间管你 我这有公务在身呢 什么公务啊 是不是又去找你那个江洪英同志啊 对啊 后天驱礼派人来拿枪 我们铁卫队护送 我这是提前勘察路线呢 反正你自己小心点吧 那个汪子文和马远图正琢磨对付你呢 放心吧 我白马神枪催铁飞怕过谁啊 嗯 再说这次啊 我们不走金路 绕路 走月龙山 确保万无一失 我先走了啊 驾 别那么狠近抽着马了 驾 驾 驾 谁啊 我啊 快 这次是崔铁飞带队 他死定了 太好了 我等这一天已经等了很久了 汪队长 我觉得咱们这一回应该趁此机会一举收复马场 小马 你的胃口不小啊 铁卫队送枪 马场必然空虚 如果我们用一只偏尸突袭马场 许爷在丛中里应外合 那马场还不是囊中之物吗 嗯 有道理 派谁去呢 汪队长 小的愿意带一个连前去 一个连才二百人够用吗 足够了 我愿立下军林状 若躲不下马场 愿提头来劲 小马 我不要你的头 我要江洪英和吴景生的头 您就等着我的好消息吧 给马场回电 说马远徒步 将于明日司机进攻马场 与你处民团里应外合 歼灭铁卫队 留守参与力量 是 催铁飞 你的气数到了 洪英 师妹 咱们什么时候出发 出发 去哪儿啊 去打汪子文啊 汪子文现在还不能动 他的人马太多了 咱们必须把他们的人分开 一点一点地吃掉 用得着这么麻烦吗 我摸紧他家 一枪帮他不就得了 这是打仗 不是儿戏 这次汪子文配合许大勇攻下马场 以咱们的兵力 必须先击溃许大勇 失去了内应 量汪子文也不能兴风作浪 那好吧 那我听你的 走 给同志们开个会去 同志们 这次的任务关系重大 是咱们铁工会生死存亡的一章 请大家打起十二分精神 英雄夺战 务必把丸军彻底打滚 这也是咱们铁卫队的战旗 第一次正式亮相 希望从今以后 每一个敌人 看见这面战旗就会颤抖 铁卫队 战无不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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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出发 下座追 起步走 那虎英 我们也走了 好 你们保重 走吧 赵小元 走了 老婆 赵小元 我这边都已经安排好了 让所有的铁户 都集中到几个大头层 大家都带着下来 自保没问题 嗯 不管发生什么事 千万不能冲动 好了 你跟大家一起吧 那你呢 我还要收拾一些东西 回头去找你 好 弟兄们 要想咱们有活路 要想咱们有活路 就得把铁工会 铁卫队干掉 弟兄们都是脱家带口的 这老的小的都要吃饭 可现在呢 他铁工会 打了战徐家的饭碗 咱弟兄们也不吃招容 一定要给那姓姜的娘们一点厉害 对 要我说呀 就把这娘们给他活捉了 好让你们哥几个也快活快活 别笑 你他妈的就值得给他们找快活 我可跟你们说正经的啊 汪大队长可是千叮咛万嘱咐 不管他是江洪英武警生 一个也不留 听见没有 到时候 老马埋伏在马场周围 和咱们理应外合 知道了吧 那那 崔铁飞和铁卫队 咋办 我姐夫啊 在半道早就等着他们呢 崔铁飞铁卫队 叫他们有来无回